好 主播民进党总统候选 赖清德今天下午来到桃园 来出席新住民的造势活动 那现场包括了印尼 菲律宾 还有泰国 缅甸等等的新住民 通路到场 看到赖清德一到现场呢 反应相当热烈 还有尤其最近蔡总统 以及赖清德 还有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 萧敏琴三个人合拍了 在路上开车的新宣传片 在网路上是广受好评 现在赖清德在现场 也在晚起了开车哽 说蔡总统已经把车钥匙 交给了他 那我们听一下 稍早他的致辞 那我在影片当中 有特别肯定蔡英文总统 我说他车子开得很稳 大家同意吗 同意 他同意吗 同意 总统车子开得很稳 所以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跟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 所以呢我们这几年来 也有获得相当的成果 那大家有看到吗 蔡总统也把钥匙交给了 清德跟美琴喔 对不对 对 大家一起上车好吗 好 其实我开车的技术还不错 那我要来请教大家 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 我们是要继续走进未来 还是要走回过去 我们要走向未来还是走回过去 我们要走向未来 我们要走进世界还是要锁进中国 锁进世界 另外我们要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续壮大台湾 还是要向极权主义敌头 要持续壮大台湾 那这样我们的话方向我们都一致喔 可以听到赖琴的表示呢 因为蔡总统把钥匙交给了他 那他就说自己的开车技术也很好 还反问台下的新住民们 说是要走向民主走向国际 还是要走进中国 那台下的人一致说要走向国际 那赖琴的也笑说那大家的方向一致 所以希望2024再赢一回 那赖琴的呢 也看到台下的这个新住民们 带着猫耳朵的发扑 那他也笑说看起来大家猫派比较多 那说自己是狗派 但是不管是猫派还是狗派呢 大家都是一家人 以上全新的事情 把时间线头换给棚内 直播